一日佛陀和弟子到附近村落去时 突然踩到荆棘 刺得鲜血直流 弟子撕下一条内衣 正帮佛陀包扎 突然听到一阵哈哈哈哈的嘲笑 听说您无所不知啊 佛陀居然也会受伤 真是大开眼界 接着又是一阵得意的嘲笑 原来是这些婆罗门故意找茬 他们又说看看现在 谁还相信你是圣人 这个村子不欢迎你 有本事你就走过来啊 佛陀依旧以安详平和的口吻 对他们说 我请求你们 请让我到你们村中起食 而婆罗门却说好啊 你不怕贝斯就过来起食吧 没想到佛陀依然无谓地向前走去 他们低估了佛陀的心智 佛陀虽与我们一样 也是血肉之躯 但佛陀的心智是 深受心不受 在婆罗门的人群中 有一个帮他们干活的 最低重性不可处者的年轻人 苏利陀 他看着佛陀每向前一步 他的表情都似乎心在滴血 他顶着被婆罗门指责的压力 竟然去给佛陀清理道路 村长指着苏利陀 你要赶扫 就别想回村里了 苏利陀愣了一下 义无反顾继续清扫 他很礼貌地对佛陀说 您可以进村了 除了他们 还有很多人愿意给您施舍 苏利陀慢慢走到佛陀身边 佛陀便伸手 为他赐福 这下可把苏利陀吓坏了 您可别碰我 就连我的影子都会玷污您的 佛陀说 为什么我会被玷污呢 你和我们一样是人 一个人的触碰 又则会玷污另一个人呢 佛陀告诉他 只有贪婪仇恨愚痴和欲望 能将人玷污 像你这样充满爱心的人 只会让别人快乐 而不是痛苦 那群婆罗门听到他们的对话 又开口说道 你算什么圣人 对中兴和瓦尔纳一无所知 不是穿这身就能当弃绝者 你就是个骗子 从他人身上夺取人性之人 这是真正的骗子 佛说 如果称我为欺骗者 能让你们满意 那也可以 这个人和我们一样 也是生命 如果说他敌人异等 这也是欺骗 婆罗门强调着 这就是他们的法 何来的欺骗 佛说 大地孕育了世间人类 同样也孕育了他 其实他就是在诽谤造物者 我们向天空抛洒尘土 而尘土却会回到我们身上 天空向无偏见 大地之上产出的谷物 也不曾挑选实用他们的人 大自然从来没有启示 而我们人类 又为何互相贬低 婆罗门听罢说道 你说这大道理 怎么不让他做你僧团的比丘呢 这确实超出了婆罗门的认知 说得极是 苏利托你愿意做比丘吗 我是个贱民 做您这样伟大的比丘 我哪里有资格 他人之痛也能使你痛苦 你有这样的品性 世间无处其右 佛陀正式宣布 收苏利托为他弟子 婆罗门不让苏利托回村子了 没想到苏利托永远不用回去了 摇身一变 成了与大家平等的庄严比丘 他含着眼泪立于佛前说 这辈子从来没有人 这么慈祥的对我说话 今天您如此的关爱 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人 但愿我没做下非法的事 那些非法之事 再不会发生了 佛陀告诉大家 人都有思维 还要体现自己的潜质 重拾自己的尊严 我的倒是大爱之道 欢迎一切众生 河流一朝会入大海 便不会有身份的区别 同样 若决心出家 欲言真理之道而行者 无论婆罗门或沙地里 废舌还是守陀罗 最终也都融入真理之海 佛陀慈悲地擦去 苏利托的眼泪 每个人的眼泪都是咸的 血都是红的 制造偏见和压迫人类者 也是人类自己 佛陀就在那一天 废止了这些偏见 苏利托的先例是历史的创举 而以后面临的危难还有很多 但真理无论怎样依然坚固 佛陀的横空出世 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他的众生平等的大悲之心 在当时以婆罗门为主宰的背景下 可想而知 是多么的具有挑战性 在其他视频中 我见过个别粉丝评论说 印度最终还不是佛法衰退 依旧是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 是啊 这个根深蒂固 实则是众生的业力所致 这更能体会道佛在世时 会有多大的障碍 虽然印度如此 但佛法的光明却点亮了世界 人的觉悟与否也不在一时 只要真理和佛法的光明存在 因缘成熟后 众生自会破迷开悟 这期视频先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请点赞留言 祝大家福会增长